正在焦点来关心的是 总统马英九稍后深夜 即将展开盛宏专案 启程首度访问非洲友方 盛多美普林西比 完成外交拼图 另外马总统还将造访布吉纳法索 接着转往中美洲 参加宏都拉斯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前面访问行程横跨三大洲 飞行距离突破了四万公里 等于是绕行地球一周 而出访行程八天七夜 只有落地住宿三个晚上 其他时间都会在飞机上过夜 希望能够赶在除夕回台湾过年 堪称是超级铁人团 一言即出 马总统赶在马年春节前 马上拼外交 总统在晚间就会搭乘专机出发 特别的是这次将首度飞越俄罗斯领空 还会先过进德国法兰克福 然后抵达盛多美普林西比 进行参访 26号再顺道前往另一个非洲邦州国 布吉纳法索 旋风停留仅仅五个小时 27号前往宏都拉斯 参加新任总统就职典礼 28号过境美国洛杉矶 停留一天之后 在30号早晨反抵国门 终于要踏上唯一没有出访过的友邦 盛多美普林西比 凑齐最后一片外交拼图 不过这次出访破纪录的 还有超强的铁人行程 八天七夜只住宿三天 飞行整整60个小时 4万2000公里 创下马总统任内最超出访记录 盛多美和大陆外交破拼 签署商业计划 外传宏都拉斯也跟大陆互设商务办事处 有立委就炮轰 这次出访可能又得又金元换邦交 不过全新的飞行路线 还在洛杉矶住宿停留 已经是外交新突破 雨天TV前天群综合报道